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根据路透可知 唐诗一等姐姐也会在后续节目中回归 与同组姐姐完成合体 就在大家以为新鲜的约定首播收获了一片好评 豆盘评分高达8.7 有望成为爆款满综艺时 节目突然就官宣停播 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 新鲜的约定是在网络 卫视商平台播出 播出时间段应该是很早就计划好的 却在开播一周后被突然叫停 确实有些反常 对此观众可谓是议论纷纷 一面是喊话芒果台退前 另一方面也是很好奇的 节目停播原因 担心节目会被延期很久播出 甚至被撤档 而面对观众的不满 节目组给出的回应却是很敷衍 除了草草的将停播原因 并为了介质损坏之外 对于节目停播多久 多久会复播一概不提 进一步的惹怒了未看节目 怒充会员的观众 而在新鲜的约定 官宣停播了三天之后 节目依旧是没有复播的消息 就连官微宣传也是前面停止了 种种细节都预示着情况不妙 首先是在新鲜的约定 官宣停播前 节目就割了超强彩蛋 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紧接着 在节目官宣停播 一个第一时间 芒果台就删除了第二期正片的预告 并且将节目的名字 撤出了综艺单 其次是节目停播之后 官微直接暂停了宣传 而作为常驻嘉宾的王兴林 吴景妍全员沉默 对节目停播也是没有回应 要知道 如果新鲜的约定会在短时间复播 节目组其实没有暂停宣传的必要 而且王兴林 吴景妍 蔡卓妍作为常驻嘉宾 应该会知道节目大概多久上线 很可能会出面稳住观众和粉丝 但五位常驻的姐姐 却默契地对于此次停播 保持沉默 可见事情其实并不一般 就目前情况看 新鲜的约定 停播不过三种原因 第一种就是十月的特殊性 但同期 芒果台的综艺 批歌 中餐厅 全部都在正常更新中 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第二种原因就是 节目收视不佳 临时被撤档了 但就首期节目播出的反响来看 它的收视并不低 所以这种说法也不成立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 节目剪辑存在很多问题 或者某些嘉宾出现的问题 导致节目不得不延播 重新进行剪辑 这个说法应该是 这三种说法中 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最近 王兴林失火 自从凭借着一曲 《爱你》再次爆红后 王兴林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甚至还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 中年男粉丝的舞蹈表演热潮 同时和张栋梁合作的 微笑pass的爆货 霸占多个热搜词条 曾经的回忆杀我 谁会不喜欢甜妹呢 借着这股东风 天心教主王兴林 最近也是忙个不停 听说近期还加盟了 听说很好吃二 最近节目在杭州录制 已经有人看到了 王兴林的倩印 直接让人拉满期待值 不少人都是从中学时代 就开始喜欢王兴林 最近看到他能够翻红 简直不能更开心 网友都说 王兴林的粉丝只是老了 不少在玩游戏 在做菜 在洗衣服的男粉丝 一听到王兴林的声音 纷纷放下手中的东西 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 王兴林男孩 也是成为了一种现象文化 不过呢 面对铺天盖地的管主 王兴林依旧保持了淡定 在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 如果80岁还杵着拐杖 跳爱你和彩虹的微笑 被叫甜心奶奶也不错呀 同时对于美丽 他也有了更加成熟的理解 认为不同年龄的人 都有自己的美丽 关键是自己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 都能够过得快乐而自由 王兴林认为相比其聚焦 动灵 漂不漂亮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老得优雅 这种心态 真的是太值得 王兴林女孩和男孩学习 甜心教主不仅心态好 颜值高 唱跳 杂志 采访也都不在话下 不得不说 浙江卫视这波 居然请到了王兴林 真的是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浙江卫视 一直都很会选嘉宾 每次请来的人 都带来不少的综艺名场面 让人津津乐道 从节目的路透看出 甜心教主身穿蓝色西装 投着麻花辫 去录制 听说很好吃2 魅力简直是艺术屏幕 甜妹讲美食 简直不要太配 让人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节目了 听说很好吃2 是就将卫视推出的 创意美食真人秀 邀请各界的好吃创意人 提出美食创意 在四名专业厨师的抢单下 打造出超越想象的 各种类品 菜品 同时呢 现场还有一支 由美食大人 对组成的好吃品见官 他们与好吃家族 好吃创意人 一起评选出 可入选新级菜单的菜品 不知道王兴年的家们 会与各位嘉宾 参出怎样的火花 甜心教主又会带来 什么样的创意 让厨师制作 能看见甜心教主 亲自设计的菜品 这档节目 小便是追定了 希望听说很好吃2 节目组呢 搞快点 嘟嘟给姐姐镜头 尽早播出姐姐参与的内容 让王兴玲女孩 和王兴玲男孩 能够早日一睹芳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来娱乐 敬请关注